在最近推行的给巴基斯坦孩子注射脊髓灰质炎 俗称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活动中 医疗工作者不仅要和疾病作斗争 还要对抗不实传言 人们说疫苗不好不对头 他们说疫苗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 疫苗使用过猪 而且有些人说注射疫苗会把男子阳刚知气带走 让你阳尾 在其他国家已被消灭的脊髓灰质炎 在巴基斯坦又卷土重来 并且今年已经出现了超过200个病例 这个在沙卡达的村子 是政府给每一个5岁以下孩子注射疫苗计划的目标的之一 然而地区暴力纷争 流离失所和越来越严重的流言 正在扰乱疫苗接种项目的实施 人们恨这种疫苗 毛拉们已经发布了20份不同的声明 说这是反穆斯林的活动 他们说疫苗会影响男孩长大后的生育能力 只能生一到两个孩子 多生不了 当他们长大后 他们会失去男子气概和性欲 还说这是英美史的坏 像这样的不实传闻导致许多孩子生病 使政府工作者大为头疼 在最近的一次为期三天的疫苗接种活动中 他们尽力反驳传闻 我们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 从一户到另一户 从一家到另一家给孩子们注射疫苗 他们家长最开始都反对 有时我们身边会带着一位有影响力的长者 有时甚至我们会在自己身上注射 为了就是保证所有孩子都接受疫苗 但是在与时间和无知的赛跑中 脊髓灰之言凶猛势头不减 疫情扩散到巴基斯坦以外地区的风险也在增加 美国之音记者沙赫和穆罕曼德 巴基斯坦沙卡达报道 巴基斯坦沙卡达报道